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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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够流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平息一切争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,事情还没有完,有人提出,所谓随人出师送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上海书法家书法家书法家书、上海书法家书法家书法家书学术委员戴晓经指出,宋高宗与米有人是一殿君臣,在此卷中有米有人提字,又出师送、嘴、贤书。 绍兴九年四月七日,陈米有人书,要知道,米有人因精于剑上,而被任命为御用鉴定时,文献记载,高宗美德法书、名画,命之鉴定提拔于后,或为以时赴会地义,画破未将而提至甚真者。 如果米定为随贤,高宗不会再卷首输禁末,如果高宗已提禁末于首,赴会迎合地义的米有人断不敢再定为随贤,加德版本的出师送在历史上出现在明朝,当时过眼之人没有禁末的记载,而在青初安吉州末元会观时出现了禁末的记载,可见禁末是明朝人加上去的,但小青这一说法极具杀伤力。 宋高宗与米有人为一殿君臣,即有米有人提随贤书,就不会有宋高宗书禁末,有宋高宗书禁末,就不会有米有人提随贤书,足见此条夫是后人作家。 中国美术史权威,书画家陈传席,以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安又指出,禁末两字是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的,而宋只有三爪龙,四爪龙,没有发现过五爪龙。 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,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立章体书法权威张森加入出刀,说,一眼就可以看出,这幅作品不是随唐之前的东西,因为它没有近代书法的时代韵味。 随唐之前的作品与其后的相比,要质朴厚重得多,唐之前毛笔用短缝,下笔就有后重感,从笔法、结构、气势上来看,这幅作品下笔单薄,很可能是名人模本,完了,出师颂不但不是近人所敬的作品,也不是随朝无名式的作品,而是名人模本。 这回,故宫方面该怎么说,丹国强和梁金生都曾强调,故宫每次购买文物,都会组织专家反复论证,这次决定购买出师送钱,故宫组织启公、傅喜年等六位专家,成立六人小组,召开我鉴定论证会的,九十岁的启公老先生,是六人小组中最权威的书法家,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 明,却表示,静默两字是假的,那是明朝的纸,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纸上写字,拍卖行是商业行为,乱吵,吵得越高越好,这就是他们的想法,我们从没有向国家推荐买这件东西, 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六人小组中的国宝及鉴定大师傅希年,问,傅老,听家德说,您向国家建议购买这件国宝, 傅希年立刻回答说,没有这个事情,绝对没有这个事,我没有写任何东西,中国文物报说,我讲这个东西非常好,让国家买,我已经让他们更正了,公家问我什么态度,我就说了,哪些部分是假的,我也跟国家说了,媒体我一概不说,不要理他,月炒要加几倍的价格,吃亏的是国家, 最后,对这事给出有力回应的还是丹国强,他说,出师送属于故宫藏品,1922年被普洁携带出宫,后来流失,现在重新出现,故宫当然要不遗余力的回购收藏,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妙也说,因为种种历史原因,大量的故宫藏品流失,故宫博物院一直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收回属于自己的藏品,如今成功购得出师送, 使得一件离开故宫80年的珍品重新回宫,这是为保护珍贵的国家文物所做出的努力,故宫所做的这一切,很值,不管怎么样,故宫够回出师送,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, 而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伟平却因此哀叹,称,如果没有媒体炒作,一千万都卖不掉,媒体作用起了50%,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道听途说,没有做具体调查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